南加十五所社团组成的联合骑队仪队 在洛杉矶桥敦中心 举行了成立十周年的晚会 而这回呢 欢送了驻洛杉矶经文处处长 龚中成 南加十五所社团组成的联合骑队仪队 在当天晚上 除了庆祝成立十周年的活动 也特别为即将返台的龚中成 举办一场欢送会 现场有将近百位代表出席 龚中成在台上致辞时 也特别感谢联合一队多年来 在中华民国重要的国庆系列活动上 从不缺席 九月中就要离开 回到台湾 所以也要谢谢他们 所以我想今天是这样子一个 活动一个性质 我要谢谢这个除了齐队一队 他们来召集 然后还有许多重要的这个社团 一些好朋友们 他在借这个机会 在好好的叙叙旧 当然我也要借这个机会 要感谢他们 过去五年来的协助 齐队一队的总召集人 陈耀华表示 成立十周年意义非凡 目前队伍已经扩张到 十五个社团加入 活动总召集人陈灵华说 桥界邀请龚中成出席 表达对他六年来的照顾 也谢谢各界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我们军中最行最致敬礼的话 就是会用这个剑门 摆出陆海空的剑门 向就是我们的长官做最后 就是做最致敬礼 那么今天呢 因为处长就要容调回台湾 那我们也感谢处长 所以这一次我们用了一个 最高级别的仪式向他致敬 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在我们拱处长的鼓励 还有就是鼓励肯定之下 我们终于在今天 可以办一个十周年庆 当然我们要谢谢我们这次 所有很多桥界的好朋友们的 辅助还有乡庭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这支 联合齐队一队的所有的桥团们 能够大家同心协力 把这一支漂亮的队伍 今天在这边欢欢欣欣的 办一个十周年庆 当天除了棋队一队的表演外 还有团体大合唱 各社团表演节目 乔民也纷纷向公众层地上 温馨祝福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